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23周年纪念日 香港各界庆典委员会其唱国歌及海陆大巡游起步礼活动在中环海滨举行 庆祝香港回归23周年及香港国安法成功立法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邝美云 香港各界青少年活动委员会执行主席霍启刚 著名爱国歌手张明敏 香港民建林关塘区议员颜文宇和市民一起唱国歌 观看舞势表演 上午九时许国歌声起罗声响 四头红底晶晶的狮子熊啾啾的入场旋转跳跃 诗头探出由主理嘉宾点击 瞬间雄狮口吐庆香港回归和贺国安立法的红色条幅 将现场气氛推向最高潮 活动司仪发言表示 雄狮已被唤醒将为香港带来好运吉祥 点击仪式结束后 花车巡游正式起步 霍启刚 邝美云 张明敏 钟振涛等各界人士坐上四辆旅游巴士 穿过上环魔力城街 途经香港载华富村 花车驻足处 邝美云和嘉宾们登上巴士上层 播放几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路边有挥舞着五星红旗 及紫金花曲旗的市民随声应贺 情不自禁地呼喊着《我爱香港》 旷美云心情特别激动地谈到 2020年的七一回归与过往别有不同 在香港国安法的保障下 香港这颗东方明珠未来会更加闪亮 今天非常开心我们回归23年 然后呢七一今天的天气很好 大家心情也特别好 因为迎来我们的国安立法 然后国安 家安 民安 那香港明天一定会更好的 因为国安立法 我相信对我们绝大部分的香港人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因为这样会维护到我们的一个安全 人生的安全 还有我们国家安全 这个是最重要的 有同样想法的 还有香港明健联关塘区区议员颜文宇 他有记得2019年的七一 香港还笼罩在黑豹的阴影之下 颜文宇表示 随着香港国安法立法 香港社会已经逐步恢复和谐稳定 在港区国安法立法之后 今天的七一是相对平静的 这个是香港市民期待了很久的一个时刻 大家都很希望可以有一个平稳的环境 将过去的撕裂可以修补 这样才可以发展好经济 令到无论是失业的情况有些改善等等 香港未来要走下去 仍然是要倚靠一个两制的 不变形不走样 行稳自愿去发展 在一角的前提 我们做好国家的安全维护 这个是每一个香港市民 习无旁汰的一件事 沿路不断有热情的香港市民 挥舞国旗和区旗 热情的欢迎巡游的巴士 港岛驱花车巡游十一时 抵达了目的地 即港岛东的小溪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左右 感谢观看